各位觀眾大家好 歡迎回到新聞聯播 會跟大家講一些要問 第一宗日美國的美中經濟與安全審議委員會出了一份報告 裡面說香港有國安法 然後又被人操縱選舉等等 香港政府堅決反對 說現在香港還可以用來單獨關稅區 用中國香港名義參加世貿 還有就是司法獨立也是存在的 還有就算是國安教那些東西 其實這也是內政 所以就不是一個被干預或操控的一個事 這件事說得這麼簡短 就沒辦法報告的 我想你也沒看過原文 所以沒辦法可以做到 但是至少香港特區政府在說 在說作為一個獨立關稅區 是香港的權利不是任何方便 就是 這樣說好不好 你剛才你把那件事 是有一點點顛倒了 你去說 他說不是說香港是一個獨立關稅區 亦都不是說有世貿轉生的權利 而是說作為一個獨立關稅區 在中國香港民意做出來的世貿的權利 是不是任何國家可以單方面決定的 你知不知分別在哪裏 你說吧 OK 分別就是 現在人家就說 你 發生了這些事 你就說 那個反駁 那個反駁是 我怎樣做 關你什麼事 OK 但是你說獨立關稅區 那個不是一個理由來的 你說 香港 香港就是一個獨立關稅區來的 那就是怎樣 不是一個反駁來的 香港作為一個獨立關稅區 你將那個前提 當作做 一個 反駁 他的意思不是香港的獨立反駁來的 香港現在是 可以以中國香港的 中國香港的 名義作為世貿組織的 這兩個不是來的 他說以後這兩個的權利 不是你這樣單方面可以能夠解剖的 所以我惡了惡惡惡惡 我不知你說什麼 明白嗎 OK 我沒有知你說什麼 我看看這些字才知道你究竟是說什麼 明白嗎 他就說 即是你簡短的miss了那樣東西 那我想這些純粹是一些 的 口水象 是的口水象 那 一開始的時候已經有一些前提 那些前提就是 其實就是 香港的《立法國安法》之後 將你美國那些人逐走 那你美國當然犯罪了 就是這麼簡單 將你的特務全部逐走 很重要的新聞也不會這麼說 是的 所以就以口水象應該 春秋二制的隔天都會發生的 沒錯 我們另外再看一單 比較科技的新聞 就是 中國的新冠特效藥 出現了一隻黑馬 聲稱可以防止 這個 防止 防止 這個變異株 以及恢復患者的 籌覺 這個是中國科技日報的報導 他說 一個一線臨床表現 令到DXP604有望成為黑馬 因為其他的候選藥 都是使用一對抗體 預防新冠病毒 逃逸的 但是DXP604 用單個抗體 就能防範 這個變異株 這個藥 由北京大學 謝曉亮的團隊 和單聚生物聯合開發 他們在幾個月內 實現了8000多個 候選抗體的篩選 據悉這個藥用在治療時 只需要0.6克 我想需要幾個黑 就有一個問題 哈哈哈 你記了100克 就有食者沒事 我們都沒有問題 哈哈哈 同一時間 還有一間藥性製藥 所謂藤性薄藥 其實它之前 開發了另一款 抗體 就叫BR2196 或BR2198 這是聯合療法的新藥 中國正在做二期的臨床試驗 所以全球有20款 中和抗體藥物 獲得了這個臨床的研究批准 其實中國已經包了10款 最少 所以 隨著這些新官的特效藥 可以上市 看來 一來方面 中國的一個 這方面的企業 那個情況 表現幾好 以及可能對疫情 就可以起到多些阻攔 在這方面 我相信 我會比較和一些 反中人士的 立場是相同的 但我就 比較接近一點 但就不是很接近 至少有部分是靠我們 就是你做了出來才說 因為 畢竟 那些人說中國贏 中國怎樣 我當然希望他贏 但問題就是 在這個時候 大家是很 happy too early 不要開心得太早 是不是 那件事 那件事就是你做了出來 那你 這件事是 真是 因為這件事 如果你這樣說的話 就變了 他就贏了 哇 殺到 你說到這樣的話 那天花龍鳳 就殺了 喂 那你不用打了 就是你殺了 那我想如果你現在 來講 嘩 馬上鬆毛鬆 你開心得太早 不是一個負責任的 一個做法 你既然 我解釋一次給你聽 我經常都說這個比喻 如果你 真是贏了的話 就是說那個叫做是 如果你去 做一個報導 那個報導是 已經拍到那兩個人 逐姦在床的了 基本上 就不用加藥添帳的 就不用說 又訪問誰有什麼 不用搞那麼多東西了 OK 登給了上庭 但是拍不到 就要有很多周邊的證據了 沒錯 就是 沒有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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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白嗎 如果你這件事 你說得那麼厲害 你贏了 最初的時候 謙虛一點 沒所謂 明白嗎 這個時候 一定要很謙虛 因為你贏了 那就等事實 告訴你 那件事 對不對 所以就不用 但是呢 我這麼說 你聽見他現在 二十個做十個 現在這個 在中國 因為 中國在藥那方面 你很明顯 跟輝瑞 那些大藥行 那些大藥行 相差很遠 你看市值 看利潤 還差很多 但是這次做新冠病毒 他是老虎病病的 就是跟你 你看見他 跟你說了 在推足 每一樣東西都不慢 不慢 他只是集中了全國 用舉國體制 集中了全國去打你 所以你才會有這樣的成績 你會看到 這個其實就是一個 大國較量的荒廢 就是舉國之力 就跟你騙國 就跟你騙國 就是說是要面子的 所以說 我現在就是在這個 這個情況之下 發為劍氣 所以你都做了日本 例如你說的疫苗 其實日本有沒有疫苗 日本有沒有疫苗 好像都有症 但英國有沒有疫苗 英國有沒有疫苗 印度有沒有疫苗 德國有沒有疫苗 都有 都有都有 但現在世衛 成型了哪種 好像大部分都成型了 不是 即是成型了4HIN 你可以到處走 最大幾隻 不是 你就是成型了 福密泰 莫德納 4HIN 基本上就是 不是你只是行不行的問題 你沒有power的問題 家裡行不行 所以現在你的疫苗 這個就是一個角力戰爭來的 我不相信英國的AZ會很差 都那麼緊要 雖然說你有什麼 你如果你有國家沒有面無力 悶都摸不到 你基本上不要說你那些什麼東西 有沒有效 醫到什麼東西 成年都不成年 在世衛 沒有理由 為什麼在世衛 你就是成人嗎 右面 就是整件事 整件事就是一個 整個打分管肺炎的醫治 是一個角力競爭來的 不是一個 普通的什麼來的 大家是當整件事是 整件事是當什麼來的 你如果你那個 國家你那個地方 台灣都發明了 認都不認他 打都當沒有打 現在台灣都在說 台灣都在說 他打了兩針就當沒有打 所以那些人要打四針 打多兩針才去 你又打四針 你全部其實不只是台灣 日本呀 所有東西都是不認你的 日本、印度、德國 不認你 英國都不認 據我所知應該AZ是不認的 我想這個就是 除了舉個體制 就是在疫苗的POWER 反應了 因為中國送很多出去 你周圍都打他那些 那你沒理由不認那些 你只是要搞定世衛 其實還有POWER的問題 所以到了最後 現在這個 他就是要跟你 在這方面的話 他就要跟你 美國死亡 這件事 就算不是料理的 而是把其他全部的 垃圾國家 不是地方來的 那些全部垃圾 德國呀 日本呀 德國呀 日本呀 其實日本已經廢了武功 但日本藥 早就廢了武功 你知道我只吃日本藥嗎 是嗎 但是你是吃日本 發明給日本人的藥 還是日本再賣出來的 沒有 沒有所謂的 因為日本 其實現在那些藥 已經廢了 但問題是 舊的藥 最老土 最簡單的 雙風感的藥 那些藥 他就是做得好 是不是黃色的 粉很苦的 你不用理 幾十隻的 總而言之 因為日本的藥 我們香港人都肯定吃日本藥 怎會吃什麼藥 但是我們吃日本藥 就是吃那些 他把最基本的藥 做得最好 但是新的藥 全部已經廢了 即是被廢武功 他只是做傳統的藥 被廢武功 德國漸漸都會被人贏了 因為你沒有了謊言 所以中國現在就在發揮劍氣皮 是的 我們講起德國 那一則德國的新聞 話上麥依依 因為他們換了屆 準備了聯合政府 在德國 他接受了路透社訪問 講的中德關係 他有一句說話很值得引用 就是 與華部分合作一開始很天真 即是說自己天真了 或者是他們一堆國家天真了 但是他又說 都不應該脫歐 即是不應該完全不來往 因為這個討論的時候 就說 這個麥依依 他任內 令中國成為德國 最重要的物力夥伴 以及塑造歐洲對中國的立場 但是他就因為 中國有些 可能存在著一些 潛在的不公平競爭 或者產業間諜活動 引發很多關注 因此麥依依 談論的時候 其實不應該脫歐 以及開始天真了 但是其實德國 而是歐盟 都應該繼續跟中國合作 互相學習 就他的觀點來看 這些互相學習 都是有用的 以及他們 持續是跟 北京去討論 這個 那些 知識產權 保障 等等的事 那天真人天真是甚麼地方呢 他覺得自己的錯判在哪裏呢 他的錯判 其實就是 他有說到 即是西方 他一開始是 我想那個天真 他那個訪問 其實沒有解釋得很多 他說了一句 然後呢 但是我想 如果從他前面後來推測 應該是 他對於中國 他一開始用的手段 在商業上爭取利益 他覺得他們的防範應該低 沒有去想得太完善 因為呢 其實整個西方 一直都在 測測了中國 一直都有天真 就是說 譬如在中國 其實毛澤東在 1950年的時候 已經說 他那個真的是天才 他已經說過西方 是想 改變我們 就是想不用本來改變我們 但是就不行 那西方其實 其實真正的天真就是美國 真正的天真就是美國 英國那些天真 就是 英國就固然是天真 因為 他那個蘇東波 是不是就是蘇東波開始 他真的覺得會想 然後就變成天真 沒錯 正的意思 正的意思 你覺得自己會想 你覺得自己 因為蘇東波之後 他們覺得自己會想 而英國也是這樣想 首先英國這樣想 你是錯的 因為你只不過是一隻狗 你是一隻狗來的 你 你不應該 跟著美國的路走 你應該是跟著自己的路走 而在自己最好處 現在你只是搞到自己輸了 那你就很無忍 就是 你無論如何 你都不是一個贏家 推贏了又沒有份分 明白嗎 就是你跟著老闆 你贏了又沒有份分 推了老闆 現在你贏了 就算美國贏了又沒有份分 你看看 就算是 你看 一直都是吃著你 你就死得更加慘 就是整件事 應該是錯了 而美國就是 美國應該在 1991年 直到1996、1997的時候 在97年前已經要跟中學開拖了 但是他想著 他的錯判就是 他以為中國會自己想 還有他那個開拖的方法 好像是 那不是你用這 令他更加開放 然後然後就是 等他就幫 他覺得 他感覺會 他覺得 他覺得你更加開放 他就會被沉拖 現在就 現在他不應該這樣 他應該直接出軍艦 去攻擊 然後就叫台灣獨立 如果他應該這樣 但是他覺得 因為呢 他們要嘆吃 他覺得可以不用 堂難 整架中國 那麼 那就算 漸滿 是 89年的時候 已經差一點可能 可能整架好了 那麼我在多utable 就搞一些 一個 如果我是美國 最高利 他確實在1991年到1999年的時候 然後2001的時候 就開防WTO 因為他看到中國不倒閉 他看到中國不倒閉 他就開防WTO 等你死多幾錢 還壞 還被人家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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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開拖 再想開拖的時候 就已經金融風暴 金融海嘯 就讓中國再丟多武裝 所以到了特朗普開的時候已經辭職了 整件事他就是想著省稅省力 就是想著省稅省力 在1992年 他應該在1990年以來開拖 整件事已經坐在 整個西方坐在 現在被人家發為兼美派 就是這樣 你拿著這一派 你不帶人 你不帶走他 你不帶走對方 然後現在人家能夠搏多一派 那是怎麼搞的 很難搞的 是的 現在說到美國 說到美國的民調 有些民調機構做了一些民意調查 他就說美國選民對拜登的身心健康的情況越來越懷疑 因為他的民調是說 你覺得拜登的身體健康狀況良好的 只有40%的人表示贊同 我不知道40%的人怎麼理會 50%的人表示反對 那幫人問到拜登的精神上是否健康的時候 其實都是大家都一半半的贊成反對 至於拜登的工作表現或是否升任做總統 其實也有近六成人覺得他是太老 還有四成人認為他還升任做總統 健康情況 所以拜登已經上任了一段時間 但是他的健康竟然還有一些人支持他的健康 其實毛澤東到臨瓜之前 兩三年他都很清醒 他都很清醒 但問題是他很多時候說話不清楚 身體不好之類 即是拜登 即是我一向都是反美反拜登或者知道他笑他的 但是我並不覺得賴事是一件事 即是一個人賴事都可以 即是純粹是他有幾項就不好了 就不關他的身心精神健康的事 那他最爛睡的都可以 這樣說好不好 如果像毛澤東那樣的話 因為毛澤東叫張恩來和政治局常委 在他的床上開會 即是圍在床邊 圍在床邊 然後他的房子在旁邊 圍在床邊 即是如果 拜登是做一個毛澤東那樣的人的話 他的精力是可能可以勝任 某個判斷 我不要說判斷 這段文章 拜登和毛澤東是不能給的 即是完全是不同班 毛澤東應該是晚年的毛澤東 即是1970年的毛澤東 應該是20世紀最厲害的人 即是他的智力 他的智力是20世紀 即是他的智力在斯大林 希特拉或者羅斯福 是沒有一個人比例上去的 他在法對文革大革命之後的智力很清晰 然後他找了尼克遜 他對於所有的事情 他說的是他很有 那個智力是20世紀 或者是這幾百年來 都是最精明的 最精明的是他 即是劃時代的 但問題是 即是早年他做 曹智奧管理員的時候 當然不行了 即是你不可以這樣 但問題是 他的身體狀況 如果他是做他的事的時候 你叫人去你的床 即是他的身體也不太好 你真的要 所以他一定要有周恩來 因為你做管理這個國家 很多很重要的事情 他只是每天 因為毛澤東就獲得 即是看書 然後他看書的時候 放鬆 然後思考一下世界讀 即是你只是做一個很重要的決定 那毛澤東也做到 但是他要去做一些 管理 琐碎事 沒錯 但美國總統要處理很多琐碎事 就算他現實在國務卿 也要處理很多琐碎事 你出來揮手也搞過 搞你幾個小時 是 毛澤東他不出國 又不出來揮手 又完全不喜歡社交文化 都不做 他文革之後 文革 就是天空不光得不光 你下面的人就過來看 但文革之後 他連這樣也不做 所以他做那件事 他只是做思考 而且他這件事 他佔了很大的優勢 有很大的優勢 他的優勢 他的優勢就是他什麼都不做 他只是做他自己 最重要的那些事 所以他思考一定會證明過別人 而拜登是不行 拜登你做美國總統 即是 即是 你是會 你是會做很多 很慘惱的事情 即是你要和 你要和 他要和習近平 預備一堆 讀稿 和習近平開會 即是他有這些事情做 所以他 現在他的身體狀況不適合 即我自己才是說 如果他 理論上 他的身體狀況 他的智力 就是賴屎 就是眼睡 我想毛澤東也可能 我想毛澤東也可能會睡很多 老實說 就是眼睡 放下氣 那些是很小事 我不認為毛澤東在智力最高的年代 即1970年至1976年之間 那個年代他是可以贏到 那個身體是 拜登可能身體好 比毛澤東 當時的時候 但問題是 不是那個智力 智力毛澤東是舉實無雙的 即是那個人 你無得談的了 但問題是 身體上的話 拜登是不適合 不適合 但他做美國總統不適合 他如果做毛澤東 那是舉實無雙的 就可以了 但問題是 如果智力的話 他的智力應該都 現在發現他 即是當初的時候 我對他覺得 他的智力是OK的 但是好像 他很多判斷都錯了 那些都是中國人民 你講的一件好事來的 他做美國總統 所以我們支持他做的 他應該是 是甚麼好事 但問題是 即是拜登 賀錦麗 或者是特朗普 他全部都不可以 即是整件事 我不知道布林肯怎樣 因為布林肯 布林肯現在 其實就是 因為他不停去說謊 但講到話不是一件壞事 講到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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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做一個技術官僚是OK的 布林肯 至少 很技術 即是四機撐盡過去 你不要理他們 四機撐盡過去 那件事 在做為一個國家 他撐得好的話 反而是一件好事 但是 整個美國好像有點崩解 即那個管理 不是在 不是在 拜登或者 何錦麗 或者是布林肯 甚至在特朗普那段時間 時間的時候 都在崩潰 但是其實 因為時間的長時間 統領文最後一件事 就是 例如他正在崩解 但是假設 他真的會有些人 操縱了他們出來 或者是叫做 就是一些財團 去支持一些人出來選 但是那些財團 即美國崩解 其實跟他們那些 後背後的人 你是不是一致 你不是一致 但問題 你不知為何 在你讀歷史 為何去到清朝 你沒理由 中國人去到 真是這麼蠢 但問題是 你會叫清朝的時候 到那一群 整群蠢的人 上臉 你不知為何 那些人 當你去到 國運衰的時候 就是一堆 就是一堆 不知為何 他們不是特別蠢的人 你可能跟他們聊天 我覺得是很正常的 譬如香港 你看到一大堆 沒理由 他們的AO 照計以前都是精英 不是 讀書讀得好 為何整群 連搞野豬都七個警員 五個警員 去盯緊七個野豬 明白嗎 都會有一些 都會有一些 很基本的常理 是搞不定的 即是那些常識 即是那些政府 都沒有常識 或者民間 或者民間 為何你見到 民主黨公民黨 那些混亂 都這麼厲害 整群豬都在 即是你不明白 或者你會見到 好像那些商家佬很精明 但他們在政治上 是豬都這麼厲害 即是做了一個錯誤決定 有些支持黑暴 即是他們整群人 不知為何 當你的國家不行 的時候 你就會有混亂 一堆混亂出現 即是香港你的地方不行 地區的地方政府 你的地方政府不行 一堆混亂出現 你不是沒理由 那之前有這麼多精英 是不是 之前各國都這麼厲害 為何現在整群白痴 都動來動去 你不明白 但是這是一個 客觀的事實 你會見到全地球都這樣 即是 譬如英國 為何你會做一個 Boris Johnson 傻的 走上去 即是你會見到 很奇怪的 是有國運這件事 好 那我們要問的時間 就到此為止 謝謝大家收看 拜拜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